口罩除了是民生的防疫物资外 还可以用来传递生态的信息 农委会林物局花脸邻居管理处 为了推广台湾原生种植物 特别挑选了五种花脸常见的原生植物 印制成口罩 希望借此拉近民众与原生植物的距离 推广保育原生植物的重要性 农委会林物局花脸邻居管理处 为了推广台湾原生种植物 特别挑选五种花脸常见的原生种植物 以插画方式印在口罩上 包含太鲁格力、台湾火吃木 木野市山芙蓉、宜吾、罗氏岩夫木 结合推广原生种政策及防疫新生活 一推出就获得高度询问 吸引民众目光 推广原生植物是目前林物局 很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 正值防疫期口罩是人人所必备的 一个日常生活品 我们把原生植物跟口罩做个结合 然后透过活动发送给民众 让民众有机会在生活里面 也能够认识一些森林的植物 但我们这一次做的口罩里面 有五种植物 那第一个是我身上戴的这个木野市山芙蓉 那这山芙蓉它的花是淡红色的 然后非常的陶喜 那是属于井葵科的植物 那另外一种是罗氏岩夫木 它是中低海拔的一个树种 它果实带有岩性 一般登山者都会把它当成岩的取代品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太鲁格力 那太鲁格力呢 它生长在天祥到太鲁格之间 它是植物岩地形的强势柱种 那除此之外还有宜吴 那宜吴在我们修库兰西 有一个一片的原生地 那宜吴非常适合修剪 所以一般都会把它当作绿梨的植物 台东罗斯墓呢 它是一般我们从我们的利物溪开始 到台东沿线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它的果实是红色的 那非常的讨喜 一般都会把它通作一个景观的树种 那这五种植物呢 都是我们花莲的当地的原生种 所以能够透过活动 把这些口罩送给民众呢 可以推广我们原生植物 让大家更熟悉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会透过活动跟民众去做互斗 那我们的正品呢 会说我们的口罩 那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呢 可以上我们花莲领馆处的脸书 透过活动 民会得到口罩 简单素牙的设计 7月起在推广活动中 赠送给参与的民众 由于疫情影响 21日起在林物局 花莲林区管理处 脸书粉丝页 推出每周三连续五周 深呼吸来猜题系列活动 每题抽出回答正确的 十位幸运儿 就能获得其中一款口罩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接着长邦彦华领事报导